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早安 而且每一年大家都在读说 今年到底看不看得到曙光 而气象局日前公布的曙光几率 显示阿里山看到的机会最高 所以民众看到曙光真的非常幸运 不过也提醒曙光的出现 和云亮降雨息息相关 所以元旦清晨 民众如果要抢看元旦的第一道曙光 这段期间气温偏凉 也提醒大家务必注意保暖 额东漫步有局部短暂雨 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降雨 外出活动请记得攜带雨具 以上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